至於現在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被爆出存ATM有超過600萬元 這個議員檢出培植保釋跟金華城陳情會的時機未免太巧合 柯文哲在接受了應小微的便當會 然後接受了金華城陳情之後 在這個時間點往後的一個月 陳佩琪就分別在ATM裡面存入了600萬 那這個時間點也太巧合了吧 金華城陳情 柯文哲同意把這個陳情送到都發局 然後交辦到都委會去做演議 陳佩琪就多了600萬 然後分了60幾次在ATM存入 這樣子的所有的作為 如果沒有相關聯 那不是讓人家就覺得這怎麼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情嗎 而且陳佩琪跟柯文哲兩個人都是公務人員 他們兩個人的薪水都是有這個又從銀行匯款的 那陳佩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現金 可以分64去存入這600多萬 而陳佩琪到現在針對這個說法完全說不清 第一時間先說是這個首尾錢 後來又說是柯文哲的這個演講費稿費 然後後來又說是爸爸的遺產 那遺產也只有300萬 現在居然變成600萬 那到底是多少錢 為什麼陳佩琪不敢講清楚 不敢說明白 那陳佩琪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角色 到底是無知只是配合柯文哲收錢存錢 還是他其實也知道柯文哲這些錢的來路是不明的 如果他知道柯文哲來路是不明的 那他是現在可能涉嫌了 這個涉嫌這個協助收費罪 因為如果這個這個款項是跟金華城有關的 那陳佩琪知道這個錢來自金華城他還幫忙去存款 然後把他移到別的地方去 那他就是協助收費罪 那如果陳佩琪不知道全部都是柯文哲給他 他只是去這個照張行事把錢存進去 那他就是涉嫌洗錢罪 不過因為陳佩琪的說法實在是太多變 變了四次 接下來可能有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而這樣子的不老實的一個人 我覺得檢察官也應該把陳佩琪列為被告 來進行這個審判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不老實的證人 這個涉嫌有隱匿這個證據 好 柯文哲涉入金華城案遭到家境見 他妻子陳佩琪 私配週刊爆料有六百多萬元金流都不攏 甚至接受偵訊時四度反攻 好 主要讓我們繼續帶你來關心 民眾主席柯文哲因為涉入了金華城 容積率弊案現在遭到了羈押禁見 而外界也相當關注他的妻子陳佩琪後續的動向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就是他在大安區的住宅樓下 不過現在沒有任何的動靜 只是根據這個週刊的爆料 陳佩琪他疑似在賬戶裡面有六百一十九萬的不明金流 而針對這一筆錢 當時陳佩琪在應訊的時候 甚至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包含是先生給的先生的稿費 民眾給的選舉的錢 或者是最後才說是媽媽給的錢 那這些錢不只有不同的說法 他的這個存款方式也非常的特別 是分別以六十多次每次以十萬上下這樣子的金額 存進了自己以及三個子女的帳戶 那用ATM的存款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製造斷點 那這樣的金流來源是不是跟金華城有關係 也會是減連現在追查的目標 那如果說真的跟金華城有關聯的話 包含陳佩琪及三名子女 可能都會涉嫌這個洗錢的罪名被列為被告 但其實不只在這個金流來源不明的部分 在時間點也相當巧合 從減連這邊所掌握到的訊息來看 其實第一次他將大量存取錢的時間點 就在2020年3月10號 也就是柯文哲以及印小微開的第一次針對 金華城容積率案的便當會的當天 就來存取這個大筆的現金 那另外一個時間點呢 則是在金華城取得840%容積率之後 柯文哲與沈慶金在這個逃注影員會面之後呢 在2023年的10月也有第二波的 第二波的這個在小在ATM上面多筆存款的這樣的紀錄 那所以現在呢 減連也會根據這一些紀錄來做追蹤調查 不過陳佩琪呢 因為現在持續面對這些風暴 因此呢 他在這個醫院工作的部分呢 會一直請假 直到9月27號退休當天 因此他的行蹤也會被大家所關注 但是他現在呢 也都還沒有誤出家門 而我們也會持續帶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以上再把時間鏡頭交還 黃內主播 謝謝彩虹 剛剛聽到實際上陳佩琪這不明金流的金額 多達了六百多萬 但是說辭很反覆 崔姐蓮會持續從金流還原時事 陳佩琪多次在鏡頭前喊冤 強調自己金流絕對沒問題 但他先前被爆出涉及財產來源不明 更把上百萬現金分批存進ATM 他說這是個人理財 但現在分批存款金額暴增到六百多萬元 金華城的這個金流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跟這個所謂PG車手陳佩琪有關 柯文哲給了你的現金 來源到底是什麼 密率金流指控陳佩琪先前說 這些錢是薪水以及丈夫 柯文哲演講稿費 版稅等 但簡連一路向上清查發現還有約七百萬元 收支不符 而時間點也很恰巧 在映小微與柯文哲便當會以及金華城 拿到建照兩段期間查出陳佩琪多次 民進黨議員許淑華更說應該要調查 是否有海外金流 而現在柯文哲兒子也被爆出 爸爸身陷閉案時 他正在美國吃高檔牛排 但民進黨立委呼籲針對非當事家人 不要做任何批評 陳佩琪金流爭議 已經對外說明多次 但他曾在七月底發文說 家裡錢都是我在管 現在金流引發質疑 恐怕還得向簡連說明清楚 柯文哲有沒有涉嫌違半職務 收賄罪 這個關鍵破口 很可能就是陳佩琪 主要就是剛剛週刊踢爆了 說他利用了ATM存款 上百萬的不明資金 他對外解釋 有各式各樣的解釋 不過簡連調查了 他確實利用ATM存款 超過60次 而且金額高達619萬 所以很多人都想說 到底誰會這樣子做呢 那實際上呢 柯文哲他們家的收入 扣掉了薪水 演講 稿費 版稅 有收支不符的問題 就擴大來清查 那主要就是這個發現了 比對金額之後發現 暴增至600多萬 這個數量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接下來查發現了 這個時間點又特別的敏感 主要是因為在第一階段 2020年的時候 3月到4月 這個時間點 當時剛好是 柯文哲跟印小微的便當會 那便當會當時決定容積率 要不要增加 變成是560% 那個時間點呢 之後就存進了157萬 接下來在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金黃成容積率確定 800次之後呢 又存進了400多萬 所以加加起來 大概是600多萬 不過陳佩琪呢 在被詢問的時候 他是講了說 有可能是柯文哲稿費 這有可能是選舉的經費 或是小朋友的押稅錢 或是母親的帳戶錢等等 等於說這個說法呢 是一變再變 所以很多人在想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恐怕是有替柯文哲 處理不明資金 製造資金來源斷點 涉及洗錢罪的嫌疑 那其實呢 募可公關有2000多萬資金 去向是不明的 所以檢方要釐清 這所謂1500 是不是就是透過募可 把匯款洗成了政治現金呢 所以昨天首度提訓了 柯文哲進行說明 但是柯文哲是否認收賄 倒是下一步 檢方希望策反了 審慶金轉為污點證人 那下一波提訓的對象 包含是北市議員 殷小微 還有助理吳順明 以及這個前台北市 兵役局長朱雅虎 在內都會是下一波調查重點提訓